2.4的新陣容 好 大家好 我是紅茶 今天來分享一個2.4的新陣容 那他的陣容的話呢 是生死部 搭配奈若之眼 然後對手的話是混14 那這一陣的陣容呢 他是一個月鷹下侯敦 月鷹司馬岩的毒陣 那他觸發的combo 是用月鷹直接觸發到流鞋 還有司馬岩 司馬岩先群暈 然後流鞋呢 能觸發夏侯輝 還有郭家也可以上一層毒 那郭家上毒之後呢 就發招 然後觸發呂蒙 好 那再來呢 因為夏侯輝喔 也可以觸發而發招 好 大家好 我是紅茶喔 好 那今天的陣容呢 是一個月鷹的 司馬岩月鷹的毒陣喔 然後他搭配呂蒙 還有郭家喔 會持續的上毒 然後直接做結算 好 然後對決的話是 混144 好 這是他們的神靈喔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看了 一開始月鷹呢 會直接觸發到司馬岩的群暈 然後流鞋也會上毒喔 然後可能會讓夏侯輝啊 和郭家都會上對面的毒 然後呂蒙呢 就能立即的去做一個結算喔 好 然後這一波喔 就會變得非常的猛喔 好 那還是要重生喔 士侯這一次呢 其實越來越強了 但是呢 他還是會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怕一些毒啊 怕一些暈眩啊 所以這一期的呂蒙 我是覺得他真的是 士侯裡面的必要角色啊 甚至是必抽的 好 那也相信以後 呂蒙會有更多的 呃 組合技 會去做搭配 所以如果還沒有抽的人 推薦大家一定要抽他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